下面这位主人公名字叫做梁欢 可能有一点陌生 但是他在网络上已经算是一个红人了 因为他的胆子非常大 体现在无论是多大咖的歌手 他都有兴趣来点评两句 好的坏的没有他不敢说的 现在梁欢自己也发了一张专辑 不知道从微博里走到现实生活当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梁欢官方定位读社音乐评论人 毋庸置疑他身上的关键词 基本可以概括为读社音乐和评论人 3月29号梁欢带着自己的个人专辑来到上海 就遇上了个非常适合自己的问题 如何来读社评论自己的音乐呢 自己读社一下自己这张专辑的话 我觉得就是在制作上花钱太多 没有钱做宣传吧 这分明就是拐着弯夸自己嘛 在自个儿身上少少小聪明 对待别人我们的业内知名读社 可没有那么客气了 早在去年梁欢就在自己的微博上 发布过一张歌手唱功排行榜 对于一个专业为播音主持的评论人来说 能够发这样的一张榜单 本身就是一件容易给自己烧黑的事情 而且梁欢还在榜单上 毫不避嫌地对各路艺人各种抨击 笑片佩服佩服啊 音者 气息 歌路 语感 音域 节奏 我用这些东西来作为评定一个歌手的标准 如此标准之下 大秘密被无情地摆在了零分这一栏 可人家只是个演员呢 蔡依林也只拿到了可怜的20分 评语则是差践的唱功配舞蹈 竟然确立了天后的地位 而在60分以下也就是不及格范围之内 胡彦斌方大同孙燕子梁静如 肖静腾张亮颖等唱将及歌手的名字都赫然在列 林俊杰和王力宏勉强及格真的是好显的 45分就是实力唱架 那75分是歌神 你才给他打60分刚及格 我说不是的不是的 60分已经是一个极高的分级了 韩红一唱歌唱完以后你就想捐款了 另外一位近来炙手可热的歌手李荣浩 也在梁框关注的范围之内 有这样一个人存在 至少是你觉得挺高兴的 我们可以听这样的吉他 这个吉他可以这样编 然而在梁框的微博上李荣浩的吉他 就没有那么好命了 第二段主歌有一轨吉他 他加的莫名其妙 除了我是吉他脑残粉 我得有这样的一把吉他 要不我得难受死 想不到吉他理由 这样看来从网页里走到镜头前的梁框 简直已经分合了不少 只是现实世界当中的高调表扬 似乎给虚拟世界里的放肆毒蛇 打了不少的折扣 前面在线上还采访不到